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法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破坏事件 首先 一名涉嫌破坏法国铁路的极左激进分子 在西北部被捕 警方在他的车辆中 发现了与技术设施相关的工具和极左文献 这次破坏事件 瘫痪了往返巴黎的高速PGV线路 严重扰乱了交通 法国内政部长表示 这些破坏行为背后 可能有政治诉求 并且调查人员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 此外 法国多个地区的电信光纤网络也遭到破坏 影响了数百万名乘客和多家运营商的通信 这些事件发生在巴黎奥运会前夕 当局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 包括部署无人机和警用直升机 这一系列破坏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责任人 尚未完全明朗 但法国政府表示 将找到并惩罚这些犯罪行为的肇事者 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法国 惊人事件接二连三发生 让人目不暇接 首先是周五的铁路线纵火案 接着又是电信光纤网络遭破坏 让我们从第一个事件开始述说 根据BBC报道 法国警方在周日逮捕了一名极左激进分子 当时他在法国西北部一个铁路工地附近 行为可疑 这名28岁男子在车内藏有技术设施的钥匙 钳子 一套通用钥匙 以及与极左有关的文献 警方随即在鲁王市对他展开审讯 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此人与上周五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前夕 发生的纵火案有直接联系 但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玛宁表示 这些破坏行为是非常有针对性 非常故意的 并带有极左传统的特征 可能有政治诉求 达尔玛宁在周一早上称 警方已确定一些可能的嫌疑人 并说这些破坏行为问题 在于他们是否被操纵 还是出于个人目的 他指出 纵火的地点非常具体 影响了三条主要高速铁路线路 他补充说 这显然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不是随机进行的 在奥运会前夕 约有50人被捕 这些人以及其他约150人 被认为想在奥运会的首场活动期间 在巴黎进行破坏或激进抗议 除了对铁路线的破坏 据法国媒体报道 从周日夜间到周一凌晨 法国六个地点的光纤电缆被切断 导致一些地区的通信中断 德国之声报道 这次破坏 针对多家电信运营商 包括SFR和不一格电信 南法的电缆被切断 靠近卢森堡和巴黎的设施 也遭破坏 法国数字事务国务秘书 玛丽娜·菲拉里 确认了周日晚上的破坏行为 并谴责这些 懦弱且不负责任的行为 她表示 国防电子通信中心 正在与运营商合作 直到通信和服务完全恢复 这次电信网络的破坏 与铁路线的纵火事件有何关联 目前尚不明确 法国《巴黎人报》和BFM电视台指出 电缆在电器柜中 被切断的方式非常专业 这使得此次破坏行动更具谋略性 The Independent报道 这次破坏行动 发生在铁路网络 遭受一系列袭击后 尤其是在奥运会期间 严重影响了交通 内政部长达尔玛宁称 一名极左翼活动人士 因涉嫌参与这次协调破坏行动而被捕 并指出 这些破坏行为 是有策略的针对巴黎的主要路线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前夕 三处火灾在大西洋 北部和东部的高速铁路线附近被报告 尤其影响了巴黎的主要蒙帕纳斯车站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车站大厅挤满了困惑的乘客 此事件影响甚广 往返于伦敦和英吉利海峡下的旅行 临近的比利时 以及法国西部 北部和东部的旅行都受到了影响 法国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 形容这次对铁路网络的影响是巨大而严重的 并誓言当局将找到并惩罚这些犯罪行为的肇事者 他还表示 这次破坏行为的目标明确 是在奥运会前有策略的打击巴黎的主要交通线路 尽管尚不清楚 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 但法国铁路运营商SNCF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这些火灾是有预谋的 计划好的 协调一致的袭击 表明了意图严重伤害法国人民 法国政府对此次事件高度重视 尤其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即将到来之际 这将是法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活动 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10500名运动员和数百万观众 为了确保奥运会的顺利举行 法国将部署45000名警察、1万名士兵和2000名私人保安人员 来保障活动的安全 并在屋顶上设置狙击手 空中有无人机监视 这些措施旨在向全球展示一个安全的巴黎 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总结来看 法国在面对这一系列破坏行为时 展现了应对危机的决心和能力 无论是铁路网络还是电信网络的袭击 法国政府都迅速做出反应 部署了多种手段来加强安全 并且承诺将追查肇事者 确保奥运会的顺利进行 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为巴黎奥运会增添了变数 但法国的快速反应与应对措施 也让人们对奥运会的安全充满信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 一名28岁的极左激进分子 于法国西北部被捕 当时他在一个铁路工地附近 行为可疑 警方在搜查其车辆时 发现了技术设施的钥匙 钳匙 一套通用钥匙 以及与极左有关的文献 此人目前正在鲁昂市接受审讯 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玛宁表示 目前已确定了一些 可能犯下这些 非常有针对性 非常故意的破坏 行为的人 并称其方法符合极左传统 可能背后有政治诉求 然而 这名男子是否与上周五 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前夕 发生的疑似协调纵火攻击铁路线的人 有联系 尚无确切证据 这些纵火行为 瘫痪了往返巴黎的高速TGV线路 严重扰乱了交通 在奥运会前夕 法国警方已经加强了安全措施 并在巴黎逮捕了约50人 另有约150人 被认为可能会在奥运期间 进行破坏或激进抗议 这次破坏行为 影响了约25万名乘客 并在周末影响了数十万人 除了铁路破坏 法国多个地区的电信运营商的光纤电缆 也遭到破坏 导致一些地区的通信中断 据法国《巴黎人报》和BFM电视台报道 SFR和不一格电信的设施遭到破坏 南法靠近卢森堡和巴黎的设施 均受到影响 法国数字事务国务秘书玛丽娜·费拉里表示 国防电子通信中心正在与运营商合作 直到通信和服务完全恢复 她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了这些 懦弱且不负责任的 行为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这些事件负责 但安全消息来源认为纵火攻击具有极左的所有特征 法国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形容这次对铁路网络的影响是 巨大而严重的 并誓言将找到并惩罚这些犯罪行为的肇事者 SNCF的首席执行官也表示 这些火灾是 有预谋的、计划好的、卸挑一致的袭击 表明有意严重伤害法国 人民 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将是法国有史以来组织的最大活动 涉及32个不同项目 将吸引数百万观众 有超过10500名运动员参加 开幕式将在塞纳河两岸进行 预计超过30万名观众排队观看 全球观众将关注这场奢华的开幕式 法国将部署4万5千名警察 1万名士兵和2千名私人保安人员 来保障奥运会的安全 屋顶上将有狙击手 空中将有无人机监视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首先从背景开始聊起 这次法国铁路和电信设施的破坏事件 明显让人联想到塞德克巴莱里纳群勇敢的原住民 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和自由 不为强权进行反抗 这名被捕的极左活动分子 用现代方式延续了那份反叛精神 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手法 他至少表现了对现状的不满和反抗的勇气 这不是单纯的破坏 而是一种政治诉求的表达 一种对体制的不满 拜托 楚天书 我们可不是在看一部电影 这名男子的行为完全是无法接受的 破坏公共设施只会给普通人带来极大的不便 你知道在这次破坏事件中 有多少乘客受到了影响吗 根据报道上周五就有约25万名乘客受到了影响 周末更是影响了数十万人 这些无辜的乘客有的可能是赶火车去参加婚礼 有的可能是去见酒喂谋面的家人 这样的行为怎么能合理化 这根本就是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根本不值得歌颂 谢琪琪 当然我承认这些乘客受到影响是很不幸的 但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根本 这些极左分子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手段 正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堵住了 他们选择了这种激烈的方式来引起大众和政府的注意 就像法国大革命期间 巴士抵御被攻陷 这种象征性的行动不也是为了唤醒民众吗 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表达诉求 为什么要冒着被捕的风险来进行这样的行动 楚天说 你真是太戏剧性了 这不是什么巴士抵御 这只是一些极端人士利用自己的偏执行为来抢夺媒体的注意 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扰乱了公共秩序 更是直接对公众安全构成了威胁 根据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玛宁的说法 这次破坏行为可能会造成数百万欧元的损失 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于更有意义的社会建设 而且 这次破坏事件并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 这显示这些行为是不被任何有理智的人认可和支持的 谢琪琪 理智 你说的理智让我想起了1984里的老大哥 所有人都被迫遵循一个系统的理智 极左分子的行动固然激进 但这也是对现实中的不公平和压迫的一种反抗 很多社会变革都是从激烈的行动开始的 这次破坏行为或许是极端的 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就是当权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这些行为尽管不被主流接受 但它们确实引发了我们对现行体制的不公的反思 楚天说 你这种抱着1984的思维真是太极端了 我们绝对不需要以这种破坏社会秩序的方式 来追求所谓的公平和正义 社会变革应该通过合法和平的途径来实现 这些极端行为只会让更多无辜的人付出代价 根据交通部长帕特里斯维格里特的说法 这次事件不仅影响了交通 更可能对法国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奥运会这样国际性的大事件期间 我们应该努力保障公共安全 而不是助长这样的极端行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各位六度世界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六博士说的最新一期 今天我们来聊聊法国最近的大新闻 铁路网络和电信网络接连遭到破坏 让巴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真是雪上加霜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位涉嫌破坏法国铁路的极左激进分子 这位28岁的小伙子被逮个政者 他可是携带了一堆工具和极左文献 感觉像是来参加DIY破坏大赛的 警方表示 这次破坏行动特别针对巴黎的TGV高速铁路线 搞得火车都不敢跑了 乘客们只能在车站里玩人挤人的游戏 内政部长达尔玛宁说 这些破坏行为确实有极左的风格 背后可能还有政治诉求 这让人不得不想 这些人到底是被谁操纵的呢 还是自己脑洞大开想搞点事情 这件事还没结束 法国的电信网络又遭到破坏 这回是光纤电缆被切断 通讯都断了 感觉像回到原始社会 这次破坏行为发生在南法 卢森堡附近和巴黎郊区 警方还在调查到底是谁干的 法国数字事务国务秘书玛丽娜 费拉里可是气得不行 直呼这些行为懦弱且不负责任 他还保证 国防电子通信中心正在全力合作 确保通信服务早日恢复 想到大家刷微博 看抖音都成问题 这可真是糟心 再来看看这些破坏行为 对法国的影响 尤其是在巴黎奥运会 即将来临之际 这些破坏行为 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 内政不长达 而马宁又再次跳出来 很严肃地说这次破坏行动是有预谋的 计划好的 协调一致的袭击 奥运会可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活动 参加的运动员和观众人数都非常庞大 这次破坏行为不仅让法国政府头疼 还让那些准备来看奥运会的朋友们都得重新安排行程 真是烦人 最后 我们不得不说 这次破坏行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黑手 有没有可能是一些极左组织有意搞事情 还是有些人就是单纯的想趁奥运会搞点大新闻 无论答案是什么 这些行为都对法国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内政部长和铁路部门都表示会加强监控 无论是天空中的无人机还是地面的仅用直升机都会全力以赴 防止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总的来说 法国这次面临的挑战真是不小 从铁路破坏到电信网络遭攻击 让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但我们也相信 法国政府和相关部门会全力应对 确保奥运会顺利进行 给全世界呈现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 这就是今天的六博士说 希望大家喜欢 下次见 记得锁定我们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好